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我的小马AI的课程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机器学习或者说深度学习的开发环境的搭建 我这不参加了一个AI开发的比赛吗 对吧 那咱们今天先干什么 先大环境 有点初始 咱们把这环境搭建一下 是这样 在AI开发界一般都是两个领域 对吧 一个是机器学习 一个是深度学习 对吧 这两个领域用的工具包 大致不一样 是吧 比如说机器学习 咱们说到机器学习 一般99%用的都是AI开论 对吧 一般说到深度学习 这个选择之一般有两个 一个是谷歌公司的TensorFlow 对吧 一个是Facebook公司的PyTorch 用哪个都可以 是这样 一般来说 机器学习 比如SkyLearn 能完成功能 我在我的课程中 尽量都给您用TensorFlow进行实现 就是说 今后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不管是分类问题 回归问题 我尽量都用深度学习的方式 给您解决 深度学习可能会计算效率低一些 但是机器学习完成功能 深度学习几乎都能完成 那咱们先手续马上开始 首先先看一下今天咱们的支持点 有两个 第一 咱们搭建一个本机开发环境 是这样 一般开发TensorFlow应用的话 我都是在我的本机进行完成 为什么 是因为我的本机 不是有颗CPU吗 对吧 有颗GPU 对吧 CPU不行 CPU根本没法处理 没法计算 不是有颗GPU 我的GPU是Ender的2080 性能还算不错 但是我的课件 给您讲解 是在我的虚拟机 Ubuntu里面讲解 在这里面讲解 可能不会用到GPU 我这两天正在想办法 如何让我的Ubuntu虚拟环境 也能用GPU 目前可能还用不到 OK 这是咱们今天在Ubuntu里面 搭建一个开发环境 另外 我想给您介绍一下 Google的Collab 在线的开发环境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 我极力推荐给您的 谷歌的记事本的工具 它相当于说 在云端给咱们搭建了 一个开发环境 咱们的本地 什么都不用做 马上就能够开始 咱们机器学习里面的 所有或说 机器图形计算里面 所有的那种 它不但支持CPU 还支持GPU 还支持TPU 换句话说 我甚至愿意为Google Collab 这个软件 或者说这个解决方案 进行付费 我非常非常喜欢 没有质疑 OK 咱们说完 咱们吹完了它之后 咱往下看 下面这个是CenterFlow的官网 是这样 今后我在这个 小马AI课程当中 可能重点 给您讲TensorFlow 如果需要讲到 ISK Learn的时候 我会给您讲到 好吧 咱们尽可能 所有的学习问题 都用TensorFlow 进行解决 你会说PyTouch 重不重 PyTouch也重要 今后我把TensorFlow 都给您讲书 讲乱之后 有朋友说 我还想学习PyTouch 或者想了解一下 没关系 也能给您讲解 好 现在少叙 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战 首先干什么 首先在我的虚拟机当中 咱们先搭建一个虚拟环境 说完就干 马上开始 我这开一个中断 好 放大字体 然后进入我的工作目录 我工作目录应该是空的 对吧 OK 那咱们干什么 首先咱们先搭建一个Python3的环境 前两天我给您做一个 Python的虚拟环境搭建的课程 按照那个课程里面的步骤 就能够 马上搭建起来 我今天就是按照那个课程走 咱们快点 然后搭建完环境之后 把它激活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先屁股看一下 这里面有两个过期包 没关系 通过我这两行命令 做更新 是这样 这个Python包如果不更新为最新版本的话 咱们装Tuncerflow的话会报错 因为Tuncerflow它会依赖最新的Python Setup tools都装上 咱们再看一下 大家最新包 Python是2011 然后Setup tools是49.10 这个都是最新了 没有问题了 好期待干什么 咱们马上安装库 是这样 今天我给您安装库 大概有这么几个 我给您简单说一下 第一 Tuncerflow 第二 Modplot 这个是咱们一个绘图工具 虽然有点老 但是用逐了 用它完全没有 业界现在还都在用它 包括一些大家说的 别论也在用它 然后Python OpenCV 这是处理图片的工具 今后我要给您处理图片 分析图片 对吧 视觉网络 这是需要用到图片处理 这也会用到它 最后这个 这个其实我有一点犹豫 装不装 SK Learn 最后我想还是装吧 对吧 毕竟是机器学习 我也会给您讲到一些内部知识 所以说有可能会用到SK Learn 咱们今天就一并都装上 好 先少叙 然后如果咱们把前四个都装上之后 机器学里面 还有两个最基础的包 一个是囊牌 一个是Pandas 它会包含在前面这几个组件当中 那咱们都装上了 比如TensorFlow 你们内置囊牌 SK Learn 内置Pandas OK 那咱下面两个包是必须 但是咱们不用手工安装了 好 咱们先手续 马上开始 Go OK 经过一段时间的操作 咱们安装完成了TensorFlow OK 咱们点击这个 稍等 咱们点击Pip看一下 这两天我这个硬盘有点慢 大家请看 装上了是吧 装最新版本是2.2 OK 接下来 硬盘有点慢 大家请稍等一下 OK 接下来咱们安装 会头工具 Modplot 先清下屏 其他工具应该比较快了 TensorFlow 大概在我的讯息机 其实本地占的并不多 但我讯息机里面 大概占两G左右 所以说 可能跟我的讯息机 这个硬盘优化有关系 接下来咱们装P6和OpenCV 这个也会给你讲到 包括OpenCV 我可以给你讲一本书 内容非常非常复杂 包括它如何简化图 灰度简化 然后指出线条 这些功能 OpenCV都有 非常方便 但一般主要用C++版本 但是它也提供Python版本 最后咱们把SkyLan也装上 OK 装完之后 清评PipList看一下 大家请看 所以说我下面给你准备一段简单的代码 这是我以前做的课程准备的课件 今天我不讲的内容 内容咱们放到今后课程中去做 咱们运行一下 看看实际机器学习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效果 好不好 马上开始 我拷贝过来 然后咱们建一个 咱们就叫做man吧 我喜欢叫man 换句话说就是入口 对吧 入口man OK 拷贝 存盘 先别退出 我看一下 咱们这个是 大家看这地方 OK 咱们训练一个周期 对吧 一般咱们学习 让他学几遍 今天咱们就学一遍 OK 退出 好 然后咱们清评 点Python 空格 就敲我这个man 咱们看一下 简单的TensorFlow的学习是个什么感觉 go 学了 go 一上来 它打出我学习塑的图片的维度 然后大家请看 学一遍 学完一遍之后 给我这模型做评分 95%的正确率 这是百分数 对吧 然后呢 我比如原始 我是这些个内容 他经过我的学习后的模型 再预测一下 预测出来这些模型 预测出来这些内容 看起来大概都是对的 这个56就预测错了 是吧 没关系 出学者朋友不用去管 你这都什么意思 这么全都是一些英文字母 我都看了挺费劲 还头疼 没关系 不用管 我今后都会给您讲到 因为我是主要使用 TensorFlow里面的KLAST API 非常简单 非常的好理解 咱们只要是理解简单的API之后 今后咱们理解什么 对理解算法 以及这个算法之间的 模型的搭建 好吧 那是咱们的重点 OK 是这样 今天的课程 阿里说就到这 但是在结束之前 我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 我最喜欢的 这个Google collab 马上开始 怎么使用 咱们开一个浏览器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如果没有谷歌账号 朋友请登录一下 谷歌账号 之后呢 咱们有一个这个谷歌云盘 我一般通过这个方式使用 咱们点击谷歌云盘 因为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说呢 咱们需要装一个 这个Google collab的 这个用程序 怎么装 大家请按机右键 选择这更多 然后呢 选择这个关联 其他的应用 好 在这里面啊 咱们敲collab 不用敲了 出来了 对吧 就是它 我甚至愿意给它付费 非常非常的好啊 好 点击 安装到咱们的这个云端 为什么我使用这个云盘 对它进行管理 是因为 有好多的工作啊 存储啊 什么的 分享 内容分享啊 都通过它就可以做 OK 做完之后 大家请看 这地方就出来一个Google collab 是吧 咱们点击进入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咱们在云端 给咱们有一台这个 机器学习用的虚拟机 但是它是这个 这个训续机跑得非常快 为什么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更改运行式的类型 对吧 潘伯仁的是硬件没有加速 CPU的 大家请看 这是GPU运算和TPU运算 TPU是专门机器学习 咱们选的GPU 然后选的保存 然后这里选的一个连接 大家请看 为什么要连接 相当于咱们有一个云端的操作系统 在等待的 咱先去把连接上 或者说去实力化上 OK 实力化之后 大家请看左边 这是穿越目录 这里面 这个是云端的虚拟机的目录 对吧 目前这个是在这 在这目下 然后有一个这个紫文件夹 他给咱们提供一些个 学习用的一些基础数据 咱不管啊 咱们在这 比如说敲上一个 敲一个BUT 对吧 那这个BUT里面 咱们就会做很多 这个Linux的命令的操作 都出来了吧 没有问题 OK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干什么 咱们 我再开一个 再开一个块 其实这个就是主Python 然后我把我的代码考过来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我的这个代码 有事说 我在本机刚才 训练了一遍 这个程序 对吧 我把它考到这个云端 咱们再运行一遍 看实际的效果 两边都能做 好 再跑一遍 够 大家请看 我的这个程序 在云端呢 同样的可以这个 学习计算 运行 预测 都可以 对吧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没有质疑 我甚至愿意为它付费 还正在学习 好 正在预测 出来了 是吧 它预测成功率 大概也是95% 跟我刚才差不多 对吧 也是那个5跟6 给预测错了 是吧 为什么 没关系 咱们多学几遍 就像一本书 您看一遍 记不住 是吧 没关系 看个两三遍 看个十遍 您就记住了 有时咱可能还要看个几百遍 咱就记住 但是学的太多的话 就发生过你和 这是今后给您讲的课题 OK Google Club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工具 没有质疑 我是隆重推荐给您 OK 以上 就是今天小马视频 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给您搭建了一个深度学习 或者说机械学习的开发环境 然后我给您运行一下 我简单的机械学习的代码 同时在云朵的Google Club 我也给您做了简单的演示 知识点不是很难 希望您能够掌握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是这样 小马视频 我今后会不定期的更新 我的AI视频 也不定期的更新 我其他的一些技术视频 希望您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帮我点个赞 好不好 好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 咱们再进入视频 再见咯 拜拜